《物文字幕》 《苏格拉宇的生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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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苏格拉宇的生辩》 《世界的背景》 这个上面有说明 有一群年轻的人控告他 说他不信雅典城邦的神 然後引進心神還有敗懷年輕人就這兩項 所以蘇格拉一被傳訊 在五百人組成的陪審團前面 五百人這真的很多 我們現在看到電視劇裡面的美國的陪審團 大概十幾個人頂多十幾個人 並身邊沒有挽救蘇格拉的生命 最後被處死 好那這個你 好我把這個有一個大陸的意志叫吳飛 大陸這種名字好像很多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把文字分成七個部分 第一個是真理跟修辭 這個是有一個十幾世紀的法國人 根據原來希臘文的章節 做了這種註解 就是17A的第一行 跟18A的第六行 A可能是正面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你有機會去找 那通常在註解蘇格拉底 亞伯伯拉圖的東西 都是用這種註解法 而不是第幾頁 第幾頁 第幾頁這註解法是我們現在的註解法 特別跟各位強調 所以我剛剛講 楊教那個書就沒有這個東西 他不在乎那句話出在第幾頁 那比較嚴肅的學術翻譯是會告訴你 這出在哪裡比較好找 用這種方式找 而不是用這種 因為這種你換了一個本子 英文譯本 德文譯本 那你就找不到 那你用這種註解法 不管你是哪一個譯本 只要你註明了 它是原來什麼 你就可以找得到 可以對證的 好 說到他們所說的話裡 簡直沒有真的話 他們信口癡黃 其中有一句 尤其讓我驚訝 就是說 你們必須小心被我欺騙 因為我說話很聰明 我說話很聰明 怎麼會被我欺騙呢 你就是因為說話很聰明 才會被騙 你可以看到 這個蘇格拉底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不爽 他們真不害羞 不怕會被我用事實 馬上博盜 各位你先慢慢知道 事實常常不會博盜人 是信仰博盜人 這是我越大越難過的地方 事實有時候是很無力的 在某些時候 不是永遠無力 就是說我無論如何不像 說話聰明的 這在我看來是他們做的 最可恥的事情 除非是他們把真話 叫做說話很聰明 蘇格拉底這一句說 我講的都是真話 不是因為我聰明 是因為這個話都是真的 可是你講說我說話很聰明 就表示我講話都是騙你的 他太聰明了 他講話都是騙人 似是而非 你看他那張嘴很激 所以蘇格拉底痛恨的在說 其實我說的是真話 你們卻把我扭曲說 我很聰明 然後宙斯再上 這八字 雅典人們 你們聽到我說的 並不像他們這個巷子打錯 像他們精心設計的詞語那樣 不是刻意修飾著詞令的明目 都是我臨場口瞻的字句 我相信我說的是光明正大 你們中誰也不要期待別的說話方式 所以你怎麼控告我 我一輩子說話都是光明正大 這當然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不信 人家都要告你了 對吧 我現在第一次到法庭上來 已經是七十高齡的人 我整個在這裏的言詞是門外漢 我根本不知道怎麽樣 比如要是我在這兒真的是一個外邦人 你必定同意我從小習慣的口音跟生活方式 不是我是你自己人 那麽同樣我現在向你們提出這個正當要求 至少到我看來它是正當的 你們不要管我說話方式 這方式也是更糟也更好 只要看我用這個方式表達出來的想法 看我說的是否正當 這是法官們的德性 而岩漿的德性就是說真話 可見當時不是 都是詭辯跟說真話的距離 蘇格拉里一再強調他自己說的都是真話 那很久以前你們面前就有很多控告我的人 說的根本就不是實話 比起阿努圖斯等人我更怕他們 雖然阿努圖斯他們也可怕 諸位那些人更可怕 你們中有很多人從孩童時代就算說服 聽他們控告我其中同樣沒有真話 他們說有個蘇格拉里是個智慧的人 是關心天上式的學舊 還考察地下萬物把弱的說成強的 蘇格拉里從來沒做這事情 這些事情就是亞里斯多芬林斯裏面 所講的蘇格拉里做的事情 你把戲劇裡面的人當成真實的人 雅典的人們他們散佈這個謠言 真是我可怕的控告 假新聞在那時候就有啊 還讓蘇格拉里死啊 聽到這些話的人就認為考察這些東西就是不信神的 許多人用妒忌跟污衊重傷我 我說服了你們或者先說服自己再說服別人 所以這些人都是極難對付 你認為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嗎 你不在風頭上 這個問題當然不在你身上 你如果在風頭上到處都這種問題 一方面神願意怎樣就怎樣發生吧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遵守法律來做申辯 遵守法律這點跟遵守民主是一樣的 不能因為有法律 然後你就覺得我做人是民主 我就不遵守法律 雖然就不說了 好第三段是講哲學生活的根據 智者之之 這是他的第一波控告者的辯護 說莫勒圖斯在寫下這份書狀的時候 他信的就是這些污衊 所以他也沒說莫勒圖斯的本身 他說你相信的是謊話了 別人騙你 那些污衊者究竟在講什麼污衊 他們若來控告他們的狀詞一定是 蘇格拉底行而不易 忙忙碌碌追尋地上和天上的東西 把若說得變 牆壁把這個交給別人 這根本就沒有發生的事 大體如此 而你們在亞里斯多芬的喜劇裡看到了這些 有個蘇格拉底被搬到那裡 我們前面說有四個蘇格拉底 至少當時 吹嘘說他在空氣中走路 還胡說一些別的胡話 對於這類的事情我聞所未聞無論大小 但我不是說如果誰是擅長這些的智者 我就抗喜這些學問 但願莫勒圖斯不會告我這麼重大的罪 讓我辯護 但是亞里斯人們 這些事情和我都沒有關係 很多人給我編造別的罪營 都是這樣莫須有的 這不必等岳飛出現 這當然是因為我翻譯者讀了岳飛的 在岳飛之後才會翻成莫須有的 意思是一樣的 好 什麼叫無知之之 也許你們中間有些人看來我是在說笑話 這句話我感受得特別深 我常常愛說笑話 所以很多人認為我所講的其他東西都是笑話 沒一個正經的 真的是 反正蘇格拉底已經走到我前面了 我也跟他比不上了 但這些都不是真的 如果你們聽到我試圖教育人 然後從中謀利 那也根本不是真的 他不收錢 我們台大開放式課程也不收一毛錢 但是現在有付費課程 我現在也要去開一些付費課程 我心中就很兩難 覺得不應該去付費課程 但是這也是我心裡會有賺來的錢 付費課程他們覺得我還有一點市場 那我就試試看 所以也很兩難 坦白跟你說 好 那你們要明白 我要告訴你們都是真的 雅里人們 我得到這個名聲不是別的 正是因為智慧 智慧 這很重要 這種智慧到底是甚麼樣的呢 就是一種人間的智慧 也許我確實善於這種智慧 它是人跟人之間的 但我剛剛提到的人 要麼確實有比人間更高的智慧 而且是智慧的 要麼我說不出那是什麼 不罵人 因為我不懂這些 誰說我懂都在撒謊 製造對我的污衊 好 這還是根據前面 我的這些究竟是否真智慧 或是甚麼樣的智慧 我要向你們舉出正人 就是德爾菲的神 德爾菲的神不就是雅典相信的神嗎 你說我不相信雅典的神引進心神 那我現在告訴你 德爾菲的神說了甚麼 這不是很好的辯護嗎 你們該知道凱瑞峰這個人 他和我從年輕的時候就是夥伴 但他也是你們知道的夥伴 一起在新進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們一起回來 你們知道凱瑞峰是這樣的一個人 知道他做甚麼事是多麼的莽撞 所以這個是被朋友做的某一件事情所害 還有一次他到了德爾菲 凱瑞峰這個人 竟敢提出這個一個問題 我說過 諸位你們不要喧嘩 大家說 哦 講話 演講話 但這是不是細 我剛剛說過 有人認為柏拉圖的對話是一個細 不是真實狀況 他會說 是否有人比我更聰慧 不是我去問的 就那凱瑞峰的小子去問的 這不是我問的 他問呢 於是皮梯啊 女祭司就拿起籤 那我稱個籤吧 抽完了說 沒有人更智慧 那就是推論啊 那沒有人更智慧 不就是你 那個蘇格拉底 你是希臘最有智慧的人嗎 這個人已經死了 但他弟弟在你們中間可以作證 凱瑞峰死了 他弟弟可以作證 所以這個冤枉 別人就搞了鬼 關我甚麼事 而且就算是講 也是德爾菲的神域啊 你們這些人 就算是我被認為最聰明 我自己不承認 德爾菲的神承認的 這是我們雅典的神啊 你要不相信神講的話嗎 聽到這些話我就自己尋思 神究竟是甚麼意思 那到底是甚麼雅迷 這還有雅迷嗎 蘇格拉底是雅典最聰明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這有雅迷嗎 我自己知道 我沒有大智慧 也沒有小智慧 那麽他說 最智慧到底說的是甚麼呢 這當然人家就開始覺得 蘇格拉底你實在太偉心了 怎麽話這樣子 神不會說假話呀 但這不是神的做法 那你到底認為 你不認為你是雅典最聰明的人嗎 可是你講這話 聽起來你是最聰明的人 在好長時間裏我都不明白他講的到底是甚麼 這到底是蘇格拉底謙虛說我不明白呢 還是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是雅典最聰明的人 最聰明的下場 就是該被當事人唾棄 這個耶穌說 先知在自己家鄉都是被看不起的 類似這樣的話 我去拜訪一位據說很有智慧的人 我不相信這話 好像在哪裡就證明這個想法是錯的 回應神語說 你說我是最智慧 但這個人比我更智慧 他想跟雅典 你這樣做不是不相信雅典的神嗎 神已經說你是最智慧 你還去證明神是錯的 你不覺得有這個問題嗎 他就神是一個政治家跟他對話 然後我試著告訴他 雖然他認為自己是智慧的 其實他不智慧 結果呢 我遭到他和在場很多人的忌恨 我想關鍵是在忌恨吧 現在大陸人流行講 羨慕基督恨 變成七個字什麼的 我覺得 每次我聽到大陸的新的詞 我就覺得 哇 有些真的很貼切 我離開那裏尋思 我比這個人更智慧 就是這個政治人物 也許我倆都不知道美好跟善好 但是那個人認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竟然不知道也就不認為我知道 這像說相中 意思說那人知道自己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 我覺得在這事上比他智慧一點 但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不認為我知道 這不是跟孔子教誨子路說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事之也 我離開那裏到另外一個看起來跟智慧那裏去 事情看起來是一樣 於是我就叫那個人跟別人更多人去 他每去問一個人 那旁邊的人覺得 這傢伙又來 你這傢伙又來搗亂 人家就相信你是最聰明的人 或相信你是一個一天到來 市場跟人辯論的人 不管你知不知會 人家看到你可能就討厭 所以就是所謂的忌恨 你覺得人家忌恨 人家看你討厭 其實諸位神才是最智慧 你就繞回來 那德爾菲的神講的話 你能夠否認嗎 他在那個神域表明的是 這個人的智慧價值很小 幾乎什麼都不是 他好像是在說 這個蘇格拉底 其實是藉著我的名字 用我做的例子 那不就說你嗎 你不覺得這說話翻反覆 如同說你們中間最智慧的人類 就像蘇格拉那樣 知道救智慧人 他是毫無價值的 這是你的詮釋 別人不是這麼認為的 正是因為如此 我現在還在按照神的意願 四處尋求跟追問 每一個我以為智慧的公民跟外邦人 每當我發現他們並不智慧 我就提神明證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那你要得罪多少人呢 指出人家不智慧 比你差 你到雅典就追一個人 他不智 他比我差 他比我差 你每差一個你就得罪一個人 好 因為忙於這些 我沒有空閒 從事城邦年值得一提的事物 也無暇顧及家裡的事 而是因為服務神而陷入了赤貧 他服務什麼神 他就替神問說 他就想駁斥的神 我真不是雅典最智慧的人 可是問了半天 就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智慧 我想陪審台裡面大家很多人尿急了 光聽這個頭就昏了 我們現在的人聽都有點頭昏 好那污衊怎麼形成的呢 他說因為有些年輕人 另外一個被污衊叫做 罪名叫做腐敗年輕人 有些青年自願追隨我 他們最有閒工夫 出身豪富 就富二代啊 追隨他 他們樂於聽我省察人們 自己經常模仿我 還試著省察別人 於是我想他們發現 無數的人是自以為知道一些 其實知道很少 甚至什麼都不知道 於是那些被他們省察人 就對我生氣了 你跟誰學啊 我跟孫老師學 孫老師就要來問這個的 哼回去 不是一樣就得罪人了嗎 你們做一個作業 我得得罪人 這不跟這個一樣嗎 叫去省察人們 他每次到街上去就被人 就讓人討厭啊 有一陣子社會學的人 學生被派出去做問卷調查 那你一般做了十次問卷調查 那個人被問第一次的時候還好 第二次你又來了 我剛剛在前面已經被問過 怎麼又你 然後在前面 你還問了 還問了 你不覺得開始就對社會系發火了嗎 你問一次就不夠了嗎 所以問完要給人家貼貼紙知道吧 問過了別再問 或發一件T恤送給 有人問他們 他們對我做了什麼 教了什麼 他們沒有什麼可說 甚至不知道 你們蘇格拉底老師教你什麼 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找你們 放你們這狗來 隨便亂咬人啊 根本不知道 但又不願意顯得毫無根據 於是就說出了什麼 為愛知們準備的控訴 什麼天上是地下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說 我教什麼 就是這些 不好好學的弟子 隨便出去亂講 那不是我真不是那麼做 如果真是那樣 那也是有實情 不是嗎 就你的弟子假的你的名義去街上這樣亂搞 然後當然就腐敗了這個弟子 你就不好好教他們不要做這事呢 你從另外一面來看 這控訴顯然還有點還是有點根據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把若說成強的 我認為他們不想說事實 非常明顯他們假裝知道 其實不知道 這句話已經講了好幾次 同時我認為他們是愛明者很殆盡 人數也多 異口同聲 充滿說服力的說我的壞話 你的學生竟然說你的壞話 我這教書我看我就提到退休算了 再講教下去我還有學生嗎 出去都說我的壞話 那還受不了 所以灌滿你們的耳朵 長期以來一直殆盡地污衊我 靠這些莫勒圖斯 火童 阿努圖斯跟盧孔三個人 攻擊我 其中莫勒圖斯為師人們不平 阿努圖斯為那些匠人跟政治家不平 盧孔為眼說家不平 雅典還有什麼人你沒得罪 這樣講 就像我開頭說 我要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 消除你們當中 根深地位污衊那就怪了 人家都已經要審判你了 那當然對你的那個底 黑底應該這樣講 都已經瞭如指掌 好了 那這個另外就要在哲學跟政治之間 這不是我的分類啊 我剛說過這是無非那個異者的分類 我們就再來看他們宣誓所寫的訴狀 上面是這樣寫的 蘇格拉底行得不易 因為他敗壞年輕人 如果敗壞是放縱他的那個去 到處去考察那個 那個是敗壞 對雅典人來講好像有點道理 不信城邦的神 而信心的精靈 這邊是翻精靈了 好 那蘇格拉底說 我在這裡我並且意識到 是神安排我以愛智為生 愛智就是philosophy 現在哲學就是愛智之學 philos是愛 Sophia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那個你看達文西密碼 那個女主角就叫Sophia 索菲亞 警察自己跟別人 我如果反而怕死 或因為什麼原因脫離崗位 所以從這裡逃走 那我真的做了可怕的事情 後來就有學生勸他逃走 他沒有啊 因為他不相信這個 他如果不服從神域 Path 以不智慧為智慧 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覺得要確認 自己雅典的神域 那真的自己要有相當的智慧 那顯然他又不認為 不知道是不是謙虛 他又不認為他是有智慧 他說所謂的Path 不過就是不智慧而已 唯有智慧 我們大部分人都怕死 不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自由是以為自己 所不知道的事 沒有人知道 死沒準是人所有的好處中 最大的一個 人們都害怕 好像明確知道 他是壞事中最大的 大家都怕死 簡單講 認為自己不知道事 這不是極為可恥的事 極為的極打錯 可恥的無知 諸位我和多數人不同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要說我是更智慧的 就是因為這一點 我既然不足以知道明界裡的事 我就認為我不知道 而我知道對比自己好的神 跟人行不義或者不服從 是壞的跟可恥的 這是他覺得他知道的事情 他不會行不義的事情 他說我要聽神的話 不要聽你們的話 所以有的時候你又感覺到他 好像真的很信雅典的神 有的時候他好像不是在敗壞年輕人 是好像聽起來是年輕人在敗壞他 或破壞他的名義 他說只要我有一口氣在 能夠做的 我根本就不能停止愛智 要激勵你們 告訴我遇到你們的人 每個人說話的習慣 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 這個最偉大 最以智慧跟力量鑄成幫的人 你要誇讚這個雅典人 你只想著劇烈盡可能多的錢財 追求名聲跟榮譽 卻不關心 也不求知智慧跟真理 以及怎樣使靈魂變成最好的 你不為這些事兒憧愧 意思說你都不求這些 提升自己的靈魂 智慧跟真理 你就想著賺錢 最多的錢財 這就是物質生活跟精神生活的分離 後來教會也提倡 你要重視精神生活 不要重視物質生活 所以這一切都跟這個事有關 所以後來教會就引用了一些 類似想法叫辛伯拉圖主義 其實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全世界的重要的思想家 都是不重視錢財 重視靈魂或精神上的實力 這是普世都一樣 普世都一樣 在宗教裡面大部分也是 少數宗教 像密宗就叫人發財的事情 叫人家防宗術 有一些密宗的派別是這樣 也很難被所有人都接受 他說我所說的就勸說 你們當中的年輕 青年跟老人 不要這麼關心身體跟金錢 如同讓靈魂變得 盡可能最好的盡頭 對你們說 德性不是來自金錢 而是金錢和人類所有的好處 無論個體還是城邦 之所以好都是因為德性 所以要強調這個道德的重要性 Virtue 在英文裡面 讓更好的人被更不好的人傷害 是獨神違法的 我個人的一個理解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話 就是如果一個社會 讓遵守法的好人都倒楣 或讓好人倒楣 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這邊有一句紅的話 我其他就不念了 說雅典這個城邦 就如同一匹巨大而高貴的馬 這是誇獎 因為大就很懶 需要一隻牛蒙來驚醒 在牛長身邊這樣 被去那個蒼蠅 在我來看 神就派我到城邦來 擔任這樣的一個驚醒 勸說跟責備你們每個人的 我每天不停地在各處安頓你們 我覺得這也是他要死的理由 人家討厭你 你叫一隻蒼蠅 怎麼也打得死 他應該講蟑螂 你打死我 還可以衍生一堆新的人 好 你們多次聽我在很多地方說的 會出現一種神性精靈的聲音 就他說他會聽到一個聲音 我剛剛也說過了 如果所謂是良心的聲音 這個問題很小 如果是幻聽 這個問題就大一點 你就得去看醫生了 摩洛徒寫樹狀諷刺的這一點 這我從小的時候 開始出現某種聲音 每當它出現的時候 總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卻不鼓勵我做什麼 就是他反對我參與正式 而且認為反對得很漂亮 所以壓一說的不從政 這句話我覺得真的是 唉有的時候 讀書人就是 不要因為我手術真話 而對我動怒 不要這樣就洗板 對不對 現在的話就這樣 現在哪有什麼真理 你們這個年輕 你只要旁觀者 你還算 如果你和熱衷的投身 與支持某個人 那麼那個跟你的支持人 對幹的那個人 你當然從現在開始 你就是只要講話 我就反對 那就糟糕了 好 請你們聽我的經歷 你就知道 我不會因為怕死 而向一個違背正義的人屈服 哪怕不屈服就會滅亡 我們再跳幾段說 這邊你看 我覺得六個字就寫掉了很多 我認為我掌握了法律跟正義 認為自己應該冒險 而不是因為害怕被捕或死亡 所以他不害怕 他已經七十歲了 他還害怕什麼呢 對此我用行動 而不是延遲的處 我寧願死 如果這不是一個很粗魯的說法 也不願意做這個 這個不義跟不虔誠的事情 這是我全部不關心的所在 因為那個政府雖然強硬 卻不能逼我去行不義 這句話有時候念到 你都會覺得眼中充滿 政府雖然強硬 也不能逼我去做不行不義 我重複屈服任何人 不論是污衊我的人 或者稱為我的學生的那些人 還是別人 我從來都不是老師 你看 因為有誰想聽我講話 或完成我的任務 不論青年還是老年 我從不拒絕 我不會只有收了錢才講 不收錢就不講 不論貧富我都向他們問問題 誰要想聽我說什麼就要回答 不論這些人變好了還是沒有 讓我負責是不對的 我教了他們沒變好 也不應該是我的責任 他們變好也不是我的功勞 他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對他們從未許諾什麼 也沒教給他什麼 這個教應該是打錯的 這字都是我自己打的 我講打錯了就是我希望我將來 能夠更仔細一點 但是從上海為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除去民生之外 各位我認為哀求法官是不對的 靠祈求逃脫也是不應該的 應該是教育跟說服 所以這整個辯護詞 其實對他來講都是教育跟說服 只是沒有教育成也沒說服成 大部分人 好他說我一生沒有擁入的度過 我不關心眾人所關心的 什麼呢 理財 智家 領兵 打仗 不要做公眾演講 也不做個別當權者 不想參加城裡的彭黨跟幫派 我認為自己真是太忠厚了 要參加這些就難以保命 他沒想到不參加也沒保命 我沒有去那做這些事 我去了我認為我對你們 和對我自己都沒什麼注意 但正如我所說的 我私下到你們那裡 到你們每個人那裡 做出最大益處的議事 我常勸你們中的每個人 不要關心自己的 而要先關心自己 讓自己盡可能變成最好跟最智慧的 不關心城邦的 而是要關心城邦自身 對其他事要按同樣的方式關心 我既然是這樣 那麼按這個品性應該得到什麼 應該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很感動的話 是不要只關心自己 先關心自己 讓自己盡可能變得最好跟最智慧 你選完課考試考試 然後你就敲課敲課 然後考試考試 敲課敲課 然後四年就過去了 然後問你大學四年學了什麼 你如果在別的學校就算了 我每次講這話 好像都會有那種台大中心主義 所以就沒辦法 因為我是在台大教書的 應該就適合在各個大學 你如果把大學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你就這樣考試考試 敲課敲課就結束了 真的很可惜 好 您別告白 我很難贏得你們不是因為缺少語言 是因為缺少勇氣跟無恥 缺少無恥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該覺得感動還是覺得 我不願意對你們說那些你們喜歡聽的話 我不哀悼不悲動 不做也不說很多 我認為不合我的品性的事情 而你們習慣從別人那裡聽那些 我認為我不該因為危險 做自由人不該做的事情 而且我現在也不後悔做了這樣的生變 我寧願選擇這樣生變而死 不願意選擇那樣活著 逃離死亡並不難 可是逃離邪惡卻難得多 因為邪惡比死亡跑得更快 說今天我要走了 接受你們判的死刑 你們卻要接受真理所判的罪惡跟不義 有多少雅典人當時這樣想的呢 我覺得這個詩 我每次讀到這一段都很哽咽這樣 好 那他對死的態度 死啊 就下面兩件事 要麼死就什麼都不存在 這個叫斷滅論 就要開關一關 燈就沒了 什麼也沒有了 死者沒有任何感覺 這是一種說法 要麼根據一些人的說法 死就發生一種變化 就靈魂從這裡遷移到別的地方去 當時不管是宗教或則別是有派人是相信這個靈魂轉世說或靈魂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教到耶穌的時候 有一派人叫靈之派 靈之派的人呢 特別是在 有一派人相信靈魂是不滅 跟柏拉族相信的是一樣 所以肉體滅 靈魂可以跑到別的地方去 那在我最近讀到的四本 尤大福音書 讀的四本差不多都一樣 尤大福音書裡面就說 耶穌是外星來的一個靈 靈魂的靈 他要擺脫人類這個比較差的肉體 所以他後來就請尤大 設計了一個這麼讓他死的方式 這樣他就可以擺脫這個肉體 那當然說這種說法就沒有復活說 也沒有後面的末世審判說 這當然就被後來的正統的 基督宗教列為是異端 可當時是有這樣的想法 就跟這一樣 所以靈魂牽引 那你死就沒什麼好怕的啦 那就做一場旅行啊 就到別的地方去了 佛教也說啊 你在這裡死就要別的地方生啊 我們在引用的那個佛陀 所以他這些人在死亡的時候 並沒有記載他們恐懼 我們大部分人死的時候都非常恐懼 這跟死亡教育也有點關係啊 那有人認為不需要恐懼 他說如果就是沒有感覺 那就像睡覺 而且睡覺人還不做夢 那死可是很奇妙的好事 如果死是這樣呢 我就說它是好事 那時候永恆也好像不會比一夜更長 但是沒有人知道 知道人也不會回來告訴你 知道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回來告訴你 好這個最後這句話 我這個兒子我就不講 我去死你們去生 我死了你們活著 我們所去做哪個事情更好 誰也不知道 除非是誰 我相信蘇格拉底是知道的 這樣說並不是說他不知道 我覺得他知道 從一到尾都知道 好這是生變篇的講義 他當然後來有一段 他是怎麼死的 更詳細的一個過程 謝謝